蕾膏的水光枪 敷完麻糕後 開始做韓國水光枪 這部水光枪的優點是有九支針 還有藍光、負額、吸力 最主要是幫你做消炎殺菌 和做鋼紅 一般的儀器都不會有藍光 先幫它面部做消毒殺菌 現在開始幫它由下巴的位置做 這個有負壓吸力 這個深度和力度都有電腦板去控制 精準度可以落至皮膚1.5mm 可以確保水光枪的精華素不會流失 再加上日本人體鋼細胞和人胎素 做出來就可以令皮膚更光澤水潤 可以改善毛孔 刺激骨膠原增生 可以改善表皮的紋路上的皺紋和光紋 可以改善表皮膚更光澤 平衡膚色和減淡色單 水光枪一般做四至六次 維持的時間都可以一年半左右 我們幫它做完一邊面 就幫它做一個膚冰 做一個鋼紅 做水光枪也會有一點血 是正常的 基本上回頭敷上膚膜 面部的紅色都會降落 一般水光枪就做六次左右 一個月左右就做一次 基本上有些客人做三次 其實打後可以兩個月兩個月 維持就可以了 做完這個療程 敷上膜膜 其實它的紅腫都是幾個小時 一天左右就會退光